你们可算回来了 怎么样啊 没伤着吧 爷爷放心 此行一切都好 不仅如此 我们还将哈湛前辈请了回来 哈湛前辈 这 这是 新灵兽 鬼村女 你真是太厉害了 小子 别高兴得太早 小子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小子 你未几百岁 在我眼里同幼童无异 还有 若是你们固态赴盟 本山神可是会随时离开的 想不到明蜀门衰败 原因竟是如此啊 多谢山神 愿意再给我们机会 我现在才知道 明蜀门族上 做过这么多措施 现在哈湛前辈也回归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你和修无在 明蜀门重振 值日可待啊 爷爷倒是不担心这个 只是祖上先辈使用如此 印度的束缚法术 枪害无辜生灵 悲逆天道 也难怪 十几年前 古百会离开 古百 他说明蜀门最后一支 被束缚之数折磨的御灵 也是西年 我的御灵 与你和巧灵一起长大不同 古百是我太师父那一带 传下来的 在明蜀门的时间 可是有百年之久了 十五年前 你爹娘外出寻找御灵 重伤归来 重伤归来 我耗尽全部修为 也没能救回他们 等我料理完你爹娘的后事 才发现古百已经不见了 当时明蜀门 只剩下这一支御灵 所以我自然是把他 当成宝贝各的看 他没想到 想必是您灵力全无 无法维持束缚之数 契约被迫解除 所以古百才能离开 孙女你在外面 走动的时候 记得帮爷爷多留意留意 兴许有机缘 能碰上古百 古百是陆灵 他眉长如序 左路脚上挂着一个玉帘环 挺好人的 嗯 我记下了 名书们凋敝 皆因你们作茧自负 好好挨罚便是 被你们奴役的灵兽 既已离去重获自由 还要找回做什么 难道还存着龌龊心思吗 我只是 想向他表示名书们的潜意 但愿如此 清书啊 长大了 一路远行累了吧 好 来 快谢谢谢谢 也不知道平溪村的各位怎么样了 若是有闲暇 就去村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 不过 你得和我一起去了 好 多谢 我们既是同伴 这亦是我分内之事 哈战前辈回归 名书门光复有望 历代先祖和爹娘 一定很高兴吧 好 顾且不略鲁龙军营法真意 何种目的而见 但说强迫众多民众 为旷役多年 实事不忍 是 休无与我之共生术 心霞派 亦不知解法 师弟 怎么这么晚还不歇息啊 神尊命我暂留人界 但此物梦章究竟何意 师弟 师姐 一起走走可好 好 苦味 出品 一的 是 你 到 受此 对了 你是因为丢失了武器 熬虚神尊 才命你留在人界 你应该很想回神界吧 天地六界 我并不留恋何处 我只是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一个人在屋中想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 烦闷 应是 原来神仙也会烦恼 那 那我教你个方法 我爹娘刚过世的那几年 我夜里想他们 想到睡不着时 就偷偷出来看星星 其实我知道 人离世后 变成星星不是真的 你也说了 他们是去玩鬼界 但是我宁愿把星星当作他们 把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全说出来 心情就一下子好了很多 回房之后 我就能睡得着了 这个方法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你爹娘 可是真的住在天上呢 神族无父母 我无可倾诉之人 神族无父母 但是 紫秋明明是 神子啊 休息吧 奇怪 到底怎么回事 从心下派回来 他就闷闷不乐的 我原本以为是 因他无法会神迹而烦恼 他又说不是 以羞无的个性 是不会说谎的 那他到底在烦恼什么呢 不会说谎 却也不会说出烦恼了 休无 变得有点像人了呀 你又投着进来 被师姐们发现 又要把你丢出去了 放心 我早就默请你们 巡夜的规律了 他们在半个时辰之内 是不会经过这里的 就算师姐不会发现 师父也会发现的 你师父这时候 估计正忙着查阅阵法典籍 没空管我这个小人物的 刚才看你望着月亮出神 是在想什么 我知道 要想家了是吗 仙霞派就是我的家 也许别人看不出 但是我能懂 因为 来得这么快 小青 你快回去 神掌门也出来赏月啊 是 您说的 仙霞派 应已聚你入命 以屡次犯进 我将你关起来也无可厚非 别啊 圣掌门 但此时可不做计较 我也正要寻你 您想要的东西 我 我 庆叔啊 修吾 到后殿来一下 庆叔已经把书库里的东西 都搬出来了 都翻一翻 说不定还能再寻到 几只仙兽的踪迹 赵神之术 神族不远瞎见 怎还会有赵神之术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将此等细说之物 放在门派藏书阁内 我看看 这的确是赵神之术 什么 上古之时 人族供奉神族 可得神族庇佑 按书卷所言 只需念出赵神咒 即可召唤神明幻影 其威力 虽远不及神明亲灵 但在人界 应也十分可观了 只需念出赵神咒 这么简单就可以召唤神明幻影 非也 神尊赐予我等的神爵术为秘术 在此之上 若想施展赵神术 就须知晓神明尊号 尊号极为特别 神族甚少告知他人 而绝地天通之后 之后 神族不再离开神界 所以 他们的尊号 应已甚少在人界流传了 哦 说起来 神界有位 骁勇善战的神将 我记得他的尊号是 嗯 这里确实记载了一个 神明的尊号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位神族师弟 这赵神咒识用不上了 继续寻找仙兽志吧 好 师姐 火侯王 火侯一族的王者 居住于玲珑福地的圣寿 昔日受蜀山掌门李逍遥之托 于容颜洞窟 看守女娲一族的神器 天蛇杖 数年后 族内突遭来历不明的路妖袭击 火侯一族 被守护天蛇杖几乎全灭 火侯王 亦被重伤 先兽志火侯昔日数年后 先兽志锦巴爷 生前是江宁府蜀族的首领 提倡和平共处 是非常杰出的领导者 皮毛是黄金色的 身上经常背着各式奇珍异宝 故去后 因放心不下众多子民 魂魄一直停留在人界 画成蜀经 传闻其为女娲后人收服 伴随其左右 这十七 雷玉玲终于孵化出来了 她小小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给她起名叫巧玲 巧玲巧玲 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师姐 这个 似乎是你写的日志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爷爷 这都是些琐事 怎能同玉玲手计放到一起 你是未来的掌门 掌门手计 师弟 当然要放到树库里了 师弟 快给我 师姐现在每日写的东西 就是掌门手计吗 算 也不算 掌门手计 大多记载了玉玲修行的情况 爷爷没有玉玲 这件事就落在了我身上 每日写完巧玲的事 我会再写点日记 时日长了也习惯了 你写字的时候很用心 修道者需心态平和 若是恼了怒了 就将这些全部写在纸上 心情也能平静下来 老头子我现在可平静不下来 翻了一天也没看到什么有用的 明书门的资料太多 今日没什么售获也正常 先休息吧 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 会是什么人呢 真是 坐上去之后 她突然飞起来了 七月初三 爷爷拿出了珍藏许久的灵果 给巧玲吃 她很喜欢 可惜灵果只有几个了 以后怎么办呢 八月十五 中秋节 在村外偶然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好像跟师傅走丢了 正哭呢 我把她带回了明书门 这个女孩叫白莫晴 名字里有个字和我一样的音 爷爷说 听起来像姐妹一样 我比她大 那我就是姐姐啦 情妹说 是跟师傅来天使门做客的 可是自己不小心迷路走散了 后来她师傅寻她来了 我们约好了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 八月十九 情妹的纸盒来送信了 还带了好多灵果来 情妹说 是她师傅送给巧玲的 太好了 这下巧玲就不愁灵果吃了 十一月初五 一直吃别人给的灵果也不是办法 我得想办法收集灵果才行 要不然巧玲怎么能长大呢 巧玲飞得这么快 碰到凶兽应该也能逃走 明天出结件试试看 希望爹娘保佑我平安 十一月初六 我采到灵果了 但是也被爷爷骂了 后来我看到爷爷哭了 是我让她担心了 请问是月清书月姑娘吗 我派掌门有要事相伤 请月姑娘并上神一步天师门一许 既是孟章掌门相邀 我们这便出发 月姑娘 孟章掌门 上神 此番请您前来 是神尊有神域秦传 请随我去神圆堂 月姐姐 小秋 最近好吗 是吗 不好 在这里待着 只能远远都看村子 太闷了 神域只对修无上神传达 请月姑娘随我 一步别处休息 好 听闻月姑娘已获得冰仙兽 实在可喜可贺 明术门相伏仙灵兽之法 果然世间一绝 您过欲 若不是有您提供仙兽制 晚辈也无从得知其所在 且有休无相助 才能侥幸成功 月姑娘福气不浅 这点 尚神和神子都与姑娘交好 只是 毕竟人神身份悬殊 尊卑有别 这点 还请月姑娘牢记 多谢掌门提醒 这个班旨 不知神尊有何指示 天魔众尚无异动 神尊同意我先协助仙盟 剿灭凶兽 如此甚好 恰逢仙霞派传来消息 在峨眉山附近 出现了凶兽的踪迹 但尚未发现他藏身之地 既出现凶兽 我即刻动身 上神可还需要其他助力 不必